从生产 使用 到回收过程 都以对地球友谊为最高原则 所以从摇篮到摇篮 带给我们什么改变呢 过去工业产品大多是一次性的设计 也就是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 Cradle to grave 产品用完一次就成为垃圾 就算能够回收 价值也会不断地降低 但从摇篮到摇篮 Cradle to cradle 就是指产品使用完之后 它的价值不但不会下降 还可能不断提升 这样子产品永远不会死亡 而会进入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 也就是Cradle to cradle 从摇篮到摇篮的精神